接下来我让这个张将军讲一下 就是最近很不寻常 今年开年以来 临驾次临驾次没有越过中线 好久好久没有看到 4月1号就是马银九出发的这一天 共建七艘次 共计临驾次 然后4月4号马银九去祭皇帝 然后台湾发生了大地震 所以虽然三驾次七艘次 但是都没有越过中线 然后到了4月5号 也是亲民 我们这亲民临驾 事实上大陆也在祭祖 大陆也是忙得不得了 你看那个陆媒全部都在讲 人潮汹涌 4月5号也公布了 共计也是临驾次 非常的特别 但是你认为这就是什么 大陆解放军缩手了 怕了 或者是说软了 当然可能就想太多了 因为同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东部战区也是一样 这个演习从来没有中断过 那这次最新的演习是 它过去很多都是 我们是什么跨子业 他们要跨子业巡航 我们不是夜间演练吗 各式各样的夜间演练 最近这个完全不间断 最近最新的这篇叫做 远程跨区机动训练 张军怎么看 我认为他这个共计跟共建 在4月初 马英九到大陆上去访问 一直到4月5号 因为我们大概前天地震 前天地震很清楚 那这样的话可能 这个是站态现象 常态他还是会执行 因为军事的节奏 他会有 我们讲的有一个弹性原则 那弹原则的很简单 那这个时候他稍微缓一下 所以他的弹性 真的也是蛮大的 对 然后他这个训练的跨区 跨区增援 将来的用兵 对台用兵 不是当面 一定是跨区 跨区 对 你看韩战的时候 从福建拉上去 打韩战 所以他们穿的都不够 冻死很多 我们不是讲的冰雕人吗 冰雕连吗 对 南部地区的 他是第九兵团 是第九兵团上去的 原来的部队做战略预备队上去 所以你看都是远区的 珍宝岛在1969年 珍宝岛的时候 也是一样 从南部地区先上去 总共动员民兵六百万 因为珍宝岛那时候蛮紧张的 也是一样南部地区上去 原来的部队 后来做战略预备队 这样用兵极大化 中共用兵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当面的人去 那当面的人去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像是台海 像是南海等等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 到时候一定是假设 一定是互相支援 相互支援的 同样的在钓鱼台海域 它是属于东海舰队的 它同样的北海舰队也来 南海舰队也来 轮驻到钓鱼台区 大家都来轮流 都来轮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说 中共用兵的模式是很有弹性 这个是战态现象 不要拿战态现象 战态现象过去之后 4月11号你看 它不是就是又灵骚尸 你家绝对不是 它又要恢复到常态 那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马云九道的马云词 他是记住 马云是汉朝在汉朝 所以我们听到马云 就讲到了我们的军歌 因为马格果师就是讲马云 是讲马云 那时候马云他已经58岁了 汉朝都叫大匈奴 你要说你这时候营养天年 你又已经58了 他是说打匈奴 他已经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了 他就要这个上阵 亲自上阵 马格果师就是讲马云 打完匈奴之后 他要打到贵州 贵州 所以这个马云是死在贵州 因为打贵州的时候 南蛮张力之气 温度很热很高 他受不了 很多的士兵都张力之气死掉了 马云叫马云回去 他说不要 我就要在这个地方 所以马云真的是求人得人 他最后马格果师 这个战死在贵州 所以马云九在现场 有深深一鞠躬 对 是这样子 我们平常唱的军歌 然而立志在沙场 马格果师气豪壮 是这个样 就是这个 讲那个马果 我就是讲马云 他历史之旅 他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来的 又是黄花岗也是历史之旅 又最重要的 他最后选择了我们讲的黄埔军校 今年刚好建军百年 1924年 现在2024年建军百年 这个时候千载南逢要去 因为百年就这一次 所以他要去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不要讲千载 百载南逢 所以又要讲到乙区 截别书 三二九黄花光之一 都是历史之旅 然后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 陕西北京都是历史的古都 建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他在挑这个几个古 这个古籍古 这个有革命的这种 这种因果关系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一次 我认为他有刻意来挑选 大陆的邀请 但是马英九有挑地方 对 我相信这个大陆也会 也会帮他这个选择 会提供他一些选择 而且这个是很早安排的 大家知道大陆安排 非常的绵密 从规格 陪伴的规格 接机的规格 住哪里 交通怎么安排 到去哪里 在哪里要做什么 其实每个细节 都是滴水不漏的 我问一下亮哥 这个台湾疫情研究中心 也发现去年3月20号 马英九卸任之后 第一次访问大陆 创下了很高的声量 对不对 那这次好像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绿营还有一些攻击 但是后来好像就 好像就没有了 青绿社群的粉砖 都在冷处理 那绿营很好笑 绿营说的量确实比较少 因为这不是当下议题的 这个主要攻防 而马英九自己的脸书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停在3月25号 后面也完全没有公布 你怎么看待绿营的冷处理 去年是因为 正要进入选举 所以绿营就抓住猛批 那绿营本来就想要导统图问题 要赖清德一度导到很高亢 要进白宫等等 那现在选举已经确定了 然后赖清德即将面对520 然后他选的并不好 他蔡英文是57% 他只拿到40% 然后立法院也没过半 所以我觉得他知道 他的执政的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赖清德 蔡英文跟 这个邱泰山基本上都没有发言 那我后来也看到庄瑞雄也改口 他就改口说 如果马英九见习近平有助于 这个减少两岸的敌意 那也是一件好事 他也开始改口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 民进党知道他520有一定的困难 那事上我也在节目上公开讲过 我说马英九访问大陆 对民进党不一定是坏事 你如果处理得好 搞不好那个氛围会救了赖清德 那你觉得现在是处理得好吗 我现在赖清德没有讲话 所以我事实上认为马英九见习 重点不是只有马英九讲什么 大家更在乎的是习近平会怎么回应 然后传回来之后民进党怎么回 那国民党要怎么回应 像国民党现在主席就突然失踪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有点尴尬 那马英九回来他应该就回来了吧 那个时候也要做适度的回应 我觉得是掌权的人如何回应才重要 因为马英九毕竟没有党工资 可是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那他这个叫做他看到危机 那台湾很不幸当权的所有的人 都不想去处理这个危机 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那马英九就说我来处理 我要来化解危机 其实就这一点使命感是要肯定他 可是因为他没有当权 也不是党主席也没有公职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 他带出来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联动的效应 那就希望台湾其他掌权的人 能够接到好球 就是这样 好在这个新闻细节当中 我也注意到 他在参观马家祠的时候 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干部讲 说在一个多月前就接到了指令 所以呢就打扫得干干净净 全部整修了一下 我注意到的是一个多月前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路方邀请 那这个布局非常非常的绵密 所有的细节 当然我们关心什么规格等等之类的 但应该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目的 或者主轴在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刚刚亮哥讲的对 接下来4月8号 应该马熙会八九不离十会是个大重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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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